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我是戴立剛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在今年是甲午年 但是人家又说到 甲午是个雪光年 怎么说呢 你注意到 在今年从过完年后到现在 不止各地战乱四起 还包含了什么呢 还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意外事件 其中大家最记忆犹新的就是 包含了马航的失踪事件 包含了韩国岁月号的帆船事件 而乌克兰产生了这样的动乱 另外你可以注意到 甚至连我们的台北捷运 也都发生了这样疯狂杀人事件 可是最新的连泰国都产生了政变了 在这甲午年当中 究竟还有哪些地方 可能会有战火在起呢 在今天我们龙卷风里面 就要来探讨一下甲午年 雪光年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好 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敬平 你好 观众朋友安 资本家文化社长刘灿荣 立功好 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教授欧崇敬 大王 就在现在的这个时候 南海的海底下 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越南派出了两艘潜水艇 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艇 也进入南海了 而中国大陆呢 现在已经排定 而且假想时间点 就是那战争启发的D-Day 立功 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说 甲午年 甲午年会是个战争年 而且还可能充满着血光之灾 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它发生 但是现在很不幸的 似乎被言中 一语成称 你看我这图表上列的 一连串看下来 真的是亮眼的遗憾 中俄军演 大家会说中俄军演 例行演习吗 你别忘了 前阵子美非肩并肩 结果没完多久 只有你美国会找搭档 我马上找俄罗斯来 这炸虾异味很浓啊 真的是已经是个在炸虾了 炸虾异味浓都是开战前的准备 好 中俄军演 他的目标是什么 做岛礁演习 就是要攻岛礁 结果日本一看 很慌 因为你知道他攻的岛礁 设定的这个岛礁是 钓鱼台 是钓鱼台 南海情势都现在已经一觸即发 结果现在中俄火上加油 跑到东海区又给你搞钓鱼台 日本马上不甘事肉 那我也来个什么 首岛演习 好 你看 日本也被砍抓紧了 还没 除了战事之外 大家还晓不晓得 像是乌克兰内战嘛 对 泰国 昨天政变嘛 对 没错 是不是 之前我都还没讲喔 好 天灾人祸也不断 你看 之前昆明车站爆炸 乌鲁木齐车站爆炸 乌鲁木齐市集爆炸 是不是 再来这些参途政变 两韩开炮 对啊 沿平岛北韩对南韩开炮 对啊 南韩昨天发射的炮弹 数量还比北韩多耶 你在沿平岛开炮 那就是很敏感啦 因为南韩历来冲突都在那边 最后 观众朋友看这个 中越冲突 我觉得最担心的还是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也许 现在国际上很多媒体的焦点 好像又转向了 好像意思是说 可能中共都没什么动作 应该不会有事 我跟各位讲 中国大陆在做任何动作 都是秘密的啦 我现在就讲一个例子 你听了就会吓一跳 就三天前 我是不是站在这儿 我跟立刚刚才讲 我说立刚刚 你知道现在中越边境 已经聚集了多少的 陆军在那边吗 那时候我是不是讲 八个师 大概几万人上下 对 没错 我现在要讲 你知道今天已经变多少了吧 多少 20个师 30万人 这都是 中国大陆解放军 频频往中越边境 陆军移动的 你说上铁皮了 对 装甲车已经运到了边境了 你看到装甲车 运到西南边境了 这有人讲 网友就讲这个照片透露了什么 可能已经导弹 防空导弹已经在运送了 还有你刚才讲的这些 不止 这只是陆地 海面上 主战场南海 终究还是在海面上 这什么 这个是导弹 它要吊挂到他们的 导弹快艇大队 干嘛要练习这个 因为我如果一旦真的开战了 就像照片中你看到 真的开战了 我总要能够熟悉我这个速度 我这个时间 我是否能够拿捏得好 是不是 都已经在这边 好 我讲完了路 也讲完了海 怎么没有空 没有吗 我现在讲一个很奇怪 很吊诡的一个情形 给大家听 5月18号 5月18号 深圳机场突然宣布 对不起 你们这些民航机的起降 可能有些要取消 有些要delay 有些班机要取消 你说空域管制了 什么原因 航空公司说没有为什么啊 就可能气候雷雨啊 雷雨包啊 雷雨啊 但是民众很困惑啊 那天就没有雷雨啊 你在回答什么 他只是有些话说不出口啊 有人就讲 空域管制 你刚讲对了 上面都是战斗机在那里 飞来飞去 哪有你民航机能够飞的空间啊 所以你意思说在5月18号的时候 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军 他们还进行大规模的调度 所以中国大陆解放军 现在陆海空三箭头蓄势待发 那到底会不会开战 我们一直都在讲 狼来了 也许只是白白正式 好像狼来了 之后部队就撤离了 结果现在中国大陆 已经有媒体 他不再狼来了 他直接就在 媒体的网站上面就说 你说有媒体已经在说了 说什么 说你越南如果能够 不要再执迷不悟 你能够让步交回你占领的岛屿 那战争就可以避免 否则 敬酒不吃吃罚酒 六四过后就开战 干净利落 六四过后 不拖泥带水 就讲得这么直白 好 既然都直白成这样了 那你以为 美国跟越南 还在那里白白的在那边等吗 当然要有一手动作 最重要的就是 在还没开战之前 要侦察 要观察 I watching you 怎么watching 来 美国立刻 洛杉矶核潜艇指甲科 好巧喔 五月初就已经在 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在整捕了 等一下 这是攻击潜艇 攻击潜艇 核动力攻击潜艇 你已经进到苏比克湾了 但是你知道他整捕完 知道他去哪吗 他跑哪儿去了 不见了 不见了 他不见了才恐怖啊 他躲到海底下去了 那就代表 你中国大陆都是偷偷在 集结兵域 我美国大陆 我美国现在也在南海下 偷偷地在watching you 还不止喔 另外 第七舰队的旗舰 你有听过吗 蓝领 蓝领 他和另外一个 不知名的驱逐舰 也在南海域在那边 看来 开具 每天都在进行 侦察域及监视喔 好 那越南呢 越南你才是主角 你都没动作啊 有 大家来看 基洛级潜艇 越南的两艘 也在海面下 不让你中国大陆知道 我也在协助美国 一起监视你 好啦 三架的潜艇 立刚刚你刚才说 这是什么 攻击的 攻击潜艇啊 好 都在那边喔 现在战事没有发生 叫监视 叫侦察 那战事发生就是攻击 而且如果又如同 中国大陆媒体所说的 六四之后 中越很可能就开战 那么 美国 还好你现在来了 因为你美国来了 这个局势也许可以平衡一下 而且这个胜负 随着美国的加入 恐怕不是我们现在 能够预料出来的 在南海上面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 战火可能烟消尾即将要起来 但是这场战役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 吊诡的事情 因为这件吊诡的事情 就在于 越南跟美国的潜艇 都在南海底下 而美国跟越南要肩并肩了吗 想想看 在之前越战的时候呢 美国跟越南打着火热的时候 有一场最正式的正规部队的战役 这场战役叫做 德浪河谷战役 而这场战役当中呢 美国运用大量的空降师 正式的以面对面方式 正规式的作战方式 跟越南正面对决 1950年代开始的时候 二战结束之后 美军一直在研究一种新的战术 什么战术呢 因为直升机越来越实用 那以前寄兵队就要骑着马 这样跑 他后来想到一个空中寄兵 这种概念 就想说我直接用直升机 把部队快速运到某一个地点去 然后直接降落 然后直接包围住敌军 然后直接殲灭敌军 因为在这地面部队的移动速度 来说的话 相对的没有直升机 这么的快速 我直升机用快速大量的 作为这种游寄兵方式 进入这主战场 这样子敌人就觉得突然之间 天降骑兵反应不及 对 他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你的兵力运用 而且随时可能被你包围 美军就想说正好在这种时间 我们既然在南越的话 因为之前美国没有什么其他的战争 他想说用越南这个地方 来试试看这个战役到底怎么样 然后就到1965年11月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德浪河谷这边 越南那边好像有一个营的部队 在那个地方季节 他们的判断是说 只有一个营兵力不算多 我们刚好趁机来运用一下 运用我们新的这种战法 到底可不可行 所以马上动员了第一寄兵 是第七寄兵团第一营 哈尔木尔上校 不是 宗孝所率领的部队 哈尔木尔宗孝是谁呢 就是Mel Gibson在 《勇士门》这部电影头 演的那个角色 就是《勇士门》那部电影里 那个主角的角色 是 是 是 他就派了这营 就搭乘16架直升机 然后分成四次 然后降落在德浪河谷 这是他们完全搞错 怎么会说搞错了呢 情报收集不是正确的吗 完全错 完全是错的 他们以为那边是 只有一个营的部队 实际上那边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不少 那边有两个团在那边 一个营跟两个团差很多耶 而且这两个团不是普通的团 是北越共军里头 最著名的66团跟33团 也就是电边府战役里头 最精锐的王牌部队 两个王牌部队在得到河谷 就刚好在那边 然后美军居然误认只有一个营 老美居然只要派一个营去打他们 所以早上10点48分的 14号早上10点48分的时候 他们降落在得到河谷的时候 开始进行激将了 对 一开始越共还被吓到 因为越共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战法 被吓到不知所措 轰轰一下被崩溃了 然后就四散开来躲避 然后美军以为自己赢了 他很高兴 可是问题是情况马上不对 到12点45分 北越回过神来了 原来他们实行了一种新的战法 然后66团跟33团马上全面开始包围 尤其集中在他降落点的前方 跟他的左翼 为什么 他只要... 北越的想法非常简单 我只要把你的降落点拿下来 你后面就没有办法再补给支援了 对 那你这一个营的部队 这么小的部队 我马上就把你吃掉了 所以双方就开始展开了激战 那个非常可怕 然后美军自己也抓到俘虏之后 才发觉原来我面对的不是一个营 是两个团 完全是最精力的两个团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惨 美军你知道很多时候 他们这样冰冰冰冰冰 本来在无线电的时候说 我们抓到敌方突袭 抓到敌方突袭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就不见了 为什么 讯号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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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被歼灭掉了 到底是被歼灭了 还是因为战争太紧急 他没有办法再联络呢 没有人知道 那等于后方要在勤务支援的人 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把人放进去了 是 所以哈尔木尔忠孝 他那时候也急了 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因为情况完全不明 他召集各班各牌 全部收拢 马上缩小战线 然后形成一个防御圈 然后这个时候 他也赶快通知远方的炮兵部队 我们已经遭遇到北越的伏击 你知道很多北越兵是突然出现 就好像我们前几天讲过一样 他突然从地道就跑出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 本来是美军想要 给对方一个shock 结果反而美军自己 得到一个大shock 然后结果他通知炮兵部队说 赶快发炮支援我们 火力支援了 对 你知道美军 炮兵部队支援到 炮管哄哄哄哄哄一直打 因为射速太快 炮管直接烧掉 你知道 炮管温度过高了 好几门炮管都直接烧掉 因为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 没办法 然后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你知道 结果整个状况已经越来越危急 他左侧翼被越共突击到 几乎快要崩溃了 你知道当时甚至逼死美军的 当时在现场的指援班 发出一个特别的战术用力 破坏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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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破坏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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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到没有 破坏槽槽 我再强调一次 断箭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其实断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防线要崩溃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全面的火力支援 你知道 结果这时候美军包括炮兵部队 包括直升機 包括戰鬥機 全部都出動 就開始攻擊 就對整個美軍陣地周邊的 所有越攻機率全面性 包括用炮彈 用燒魚彈 全面性的攻擊 你知道甚至在 壓制得住嗎 這樣子的活力 我跟你講 其實 因為當時現場一團混亂 甚至方位角爆錯 有一台F-100的戰鬥機 直接把燒魚彈 攻到美軍自己的陣地裡頭去 什麼 居然投彈點 居然投錯地方了 是 反而造成自己 美軍的重大傷亡 但是問題是因為這樣的 因為戰線幾乎是連結在一起的關係 就是這樣全面性的攻擊之後 北越軍也崩潰掉 他沒有辦法再抵抗 因為美軍的火力實在太強大 所以他們就開始撤退包圍 然後這時候美軍呢 剛剛不是派第七機兵團第一營 哈爾沐爾忠孝這個營嗎 對 馬上也派了第二營來支援 結果第二營下降支援之後 就把哈爾沐爾忠孝這個營 慢慢替換出去 因為他們傷亡非常慘重 結果到了第三天 又遇到了北越的伏擊 你知道這次伏擊傷亡非常慘重 然後這三天的戰衣下來 美軍陣亡了234人 但是越共的陣亡更高 1037人 所以雙方的陣亡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陣勢非常慘重 所以北越主動退出攻擊 然後美軍也趕快把部隊送回去 然後雙方都聲稱自己打贏了 這場戰爭 實際上從此以後 讓北越認識到 原來美軍的火力這麼的強大 我們跟他正面作戰 我們是有輸無盈的 所以逼使北越開始改變作戰方式 用叢林游擊戰 用地道戰的對付美軍 所以美軍顯示自己火力之後 反而讓北越知道 真正的作戰方法應該是什麼 從此以後美軍就再也抓不到 中共的越共的主力了 我們注意喔 美國在當時用一個正面對決的作戰方式 對上了越共 但是後來戰法完全改變了 可是後來美國想到一個方法 用的方法是什麼呢 心理戰 這個心理戰裡面的用的一個 兩套最厲害的是什麼 兩張照片 不過這樣的戰法 有辦法讓越共不戰而降嗎 社長 對 我們兵法上有一句話 說不戰而屈人之兵 是那個兵法最高境界 對 那美軍在這個二戰的 在越戰的時候 其實曾經相當零以盡致的應用過 應用過 他最好說 我不會兵一單 敵人就投降 讓他最好 那就是要靠心戰 那心戰他當時美軍在打越戰的時候 就有成立一個叫什麼 第四行動隊 專民負責心戰 第四行動隊是負責心戰 對 負責心戰 那這個心戰 他們在越南戰場的時候 曾經用過一招 當時他們去空投那個船單 大量空投的船單 那個船單印什麼你知道吧 也各位看 非常好玩 他用了這一個 你知道我們當兵 當兵人都知道嘛 當兵當三年那個母豬賽貂產 旁邊有那個越南那個文字 寫什麼 寫什麼 寫說放下武器吧 回家吧 當個真正的男人 當個真正的男人 因為面對這種的一個海報 船單你說當個真正的男人 你可以想去想去是什麼 他後面還跟你提示 更清楚一點 說你如果放下武器 你可以馬上立刻擁有 你渴望的東西 你可以回到你幸福 自由美好的生活去 所以你起義來歸的意思 你放下武器吧 他用這種去提醒你那種心理 想念家人 想念太太 想念女朋友的 問題是這張宣傳單出去以後 效果反而適得其反 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張宣傳單出去 反而會適得其反呢 因為越南人他們認為 越南是比較保守的 他們跟中國一樣 講魯家思想 比較保守的一個民族 他們認為你用這張照片 是在污衊我們 你把我們越南的女性 講成像九八女郎 像新工作者一樣 改了這第二張照片 這第二張照片我們看 因為他後來改成穿著包著 密布特風的一個越南女性 對 傳統服裝 對 上面也是一樣 就還講得比較含蓄 就是說你何必放棄 何必拒絕你這種美好的生活 你何必在叢林裡面過著 像野獸一般的生活 你應該回到家裡面 想你的天文之樂 你是有希望的 你是有怎麼樣 用這種心理喊話來把你勾起來 但基本上就比較含蓄 不過他導致美軍有一個很成功的 一個心戰一個案例 是什麼呢 他們當時用一個叫長子行動 用影子部隊 我們知道美國在有一個很有名的影子部隊 他取一個代號叫長子行動 在夜戰裡面 那這個長子 長子行動是什麼呢 就是說讓敵人產生怕戰的心理 那怎麼樣才會怕戰呢 打戰還有什麼怕戰 衝鋒就衝鋒打就打 他不是 他在敵人武器裡面 他當時是發現他們一個第四部隊 第一部隊 第一部隊當時有發現說 看到一個夜貢的一個屍體 旁邊一個AK-47部槍 AK-47部槍都是中國提供的 那好像不像唐炸 他是整個槍堂那邊整個爆炸 你說槍子爆炸 然後這個夜貢死在旁邊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他們後來才了解 原來這個是他們自己海豹部隊幹的 什麼 自己的影子部隊幹的 那是槍是結構的問題嗎 可是槍又是從中國大陸送過來的 對 當時他們這個影子部隊就很厲害 他們是長子行動 就是說 我去在敵人 我伏擊成功的時候 那個敵人不是會死掉嗎 死掉武器就在旁邊 沒錯 他去把這個武器的那個彈匣換掉 換掉 換成他們自己的那個所謂 所謂陷阱彈 他裡面那個彈藥 彈藥那個子彈 是美國製造的 裡面有高爆人的那種炸藥 那個影子部隊後來發覺 子彈可以用 那當然高射炮啦 所謂那個破氣炮 炸彈都可以用 你說連高射炮 破氣炮的炮彈都做了手腳 對 然後他們就用什麼方式 派人潛伏 潛伏到那個夜共那個 比如說你有彈藥庫 我就整箱把你換起來 換掉 那如果沒有彈藥庫可以換的 怎麼樣 我就像剛才講的 伏擊的時候把你彈匣換掉 這個他們曾經派出一個海豹突擊隊 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他們當時在湄光河三角洲跟夜共打 打的時候 夜共跑掉了 但他們就想到一個方法 跑掉沒有關係 船在這邊 在湄光河上面 他把那個船拿過來 自己開槍掃射那個船 製造說有激戰過的痕跡 船身上都有那個彈孔 然後上面那個AK步槍 什麼都還在上面 AK步槍都在上面 其實那個AK步槍裡面的子彈 都是那個他們放過 然後船上還灑一些機械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說 船上的人可能被 被這個美軍給抓了 但是武器還在啊 武器剛才講捨不得啊 他們就拿回去用 那槍就要拿回去用嗎 一用的時候又爆炸了 所以後來美軍 美軍就開始利用這種大量宣傳 配合船單公式嘛 所以夜共政府有在研究 那個中國送的這個槍 好像真的有點問題 我們正在改進 那表示承認這個槍是有問題的 所以到後來你知道 夜共在打仗的時候 你槍要打的時候揣彈 你要摳那個板機的時候 這個也不曉得唐炸 不曉得會怎樣 所以他們後來就 甚至利用電台 電視廣播 對美軍自己廣播 對方有截聽到嘛 對美軍自己廣播說 你如果伏擊敵人的時候 敵人的槍炮 你不要撿起來用 那是危險的 後來這個消息再傳回夜共 他說嚇到死 所以這個新戰 後來在夜戰裡面 發揮很大的一個效果 但是我們注意喔 在越戰結束之後呢 越南人痛恨美國人嗎 因為美國人參與這個越戰 可是呢 越南人真正痛恨的 不是美國人喔 而是韓國人 而且去年九月我們看到 這個韓國的總統蒲警惠 他到越南去訪問 後來到了越南 這個越南的國父胡志明市 這個胡志明的這個墓前面 他在那邊進行一場 公開的這個敗祭的活動 那當時呢 他還九十度鞠躬道歉 等於道歉給所有韓國 跟這個越南的媒體 和老百姓看 那當時韓國的一個媒體 叫做大韓民族晚報 他就披露說 韓國的這個總統蒲警惠 去做這個敗祭的動作是 父親參戰女兒敗祭 為什麼蒲警惠要道歉 因為當時我剛說 父親參戰那個標題 就是在他的父親 蒲政熙時代 當時韓國的軍事獨裁強人 他在統治韓國的時代 他下令部隊去參加這個越戰 那為什麼蒲警惠要道歉 主要就是他剛 我剛講這幾個部隊 尤其是青龍旅 還有蒙虎斯跟白馬部隊 這幾個部隊幾乎都是屠殺越南平民還有軍人 屠殺他們軍民的筷子手 尤其是青龍部隊 越南人都知道 青龍部隊打敗仗 他會做什麼 拿越南的這個無辜的老百姓來出氣 然後屠殺他們 所以這個韓國部隊在越南 可真是惡名昭彰啊 非常壞 所以青龍部隊一打敗仗 他就去屠殺整個全村 所以當時駐越的韓國軍隊 犯下了很多屠殺 包括什麼和美屠殺 太平村屠殺 封丘 還有長丘 還有包括這個封一封二 等等 很多的屠殺事件都是他們造成的 總計在越南 南越當時這個戰場上 他屠殺了越南人 大概至少超過八九千人以上 所以為什麼蒲警官道歉 就是原因在這裡 韓國人 我們在講說 日本人 當時在二次大戰時間 不是侵略中國大陸嗎 當時我們在講 罵那個日本鬼子 一直很痛恨日本人 那你知道嗎 在越南 很多的越南人 其實也痛恨韓國人 也是罵他們韓國鬼子 一直拼命的 到現在也是一樣 跟我們在罵日本鬼子一樣叫 你就可以知道說 韓國當時有多麼被越南討厭 尤其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叫 這個越南人叫韓國人叫韓國鬼子 而且 很多人在回憶當時的過程當中 其中我剛剛講一個屠殺 是在這個永萱村 永萱村有一個村名叫多萬 他說他永遠沒有辦法忘記 在1967年4月1號這一天 因為那一天呢 他是大概早上清晨5點多 他就跑到稻田裡面去工作 他在稻田裡面工作的時候呢 他突然聽到那種 機槍的聲音 還有那個砰砰 那個手榴彈跟那個炮彈的爆炸聲 糟糕 戰爭接近了 他在那個稻田裡面工作 立刻這樣子趴下來 扶著這樣子 然後呢 好幾個鐘頭他都不敢站起來 一直到那天傍晚5、6點的時候 他才起身 然後回到他自己的永萱村村子裡面 他看到他村子裡面緊張讓他大吃一驚 怎麼說 裡面竟然橫躺橫七八樹掛著或躺著15具村民的屍體 說村民被殺了 全部被韓國的軍隊撫小攻擊所屠殺了 撫小攻擊你不是打越攻 你去把整個村民都殺光 他是殺光他們那個永萱村的這個村民 怎麼這麼殘暴 結果呢 這村民當中呢 竟然包括他的一個老婆 他自己的這個多萬的老婆 還有他的三個小孩 其中呢 最令人痛恨的是 很可怕的是 一名才出生四天的嬰兒 就是他的小孩 竟然死在他媽媽的懷裡 他媽媽就是死的時候 還抱著他的小孩 而且那個小孩才出生才四天 背部還中彈 連四天的小孩都不放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韓國軍人當時是奪餐了 而且他們對於這些村民 殺死了他們之後 他們還不放心 完全就是拿那個刺刀 全部再去刺過一兩遍 也就確認你已經死亡 確認你已經死了 沒了 他才離開整個村子 才撤開 還有 這是這個永萱村 後來在1966年 也有記者去訪問 當時後來有一個那個村民 他是一個越南的女婿 叫胡适 他跟他的先生 是在1966年2月份的時候 那一天 他們在那個村子 要出來工作的時候 突然聽到 那個也是炮火聲 也是那個機箱 跟那個炮彈 砰砰砰那個聲音 然後他跟他先生 拔腿就跑 趕快抱著他的小孩 趕快往外跑 跑到那個竹林裡面 趴下躲起來 他的先生 那個胡适的先生 為了怕這個小孩子 講話 會洩漏他們的聲音 和蹤跡 他的位置被發現 趕快連他那個 小兒子的鼻子跟嘴巴 都用力的捏住 烏珠不給他呼吸 你知道嗎 就是怕聲音 讓人家聽到 後來 他們一直躲了一個禮拜 跟他一些村民 其他村民也逃出來 躲了一個禮拜 這個胡适跟他先生 和小孩 還有他的其他村民 逃過一幾人 回到村子裡面之後 你知道他們住的那個 是他們一個村子裡面 平安村 整個平安村 村民也幾乎被屠殺 所有的斷圓殘壁裡面 到處都可以看到是 他們平安村 村民大大小小 老弱婦孺的屍體 甚至有很多的村民 他的雙手 是被那個韓國的軍人 用這個電線給反綁在背後 你是說綁起來了 綁起來 還要屠殺他 還要屠殺他們 一個都不放過 綁起來呢 他們有看到一個老阿嬤 還抱著一個小孫女 這個老阿嬤死的時候 都抱著一個小孫女 可是問題是 他老阿嬤的手 也被防綁在背後 奇怪 原來是那個韓國軍人很狠 用那個一把長刀刺進去 就像一個刺肉串一樣 那個孫女 就直接刺在這個老阿嬤的身上 兩個人就一起死在一起 同一把刀下 那不只是這樣 而且他們幹盡了很多 燒殺掠掠 奸淫掠的事情 甚至當時還強暴了 當地的越南的村民 和那個女性 造成生下了很多數千名 甚至超過一萬名以上的 這個韓越的混血兒 叫做賴大韓 這個是越南人當地的形容 那這些賴大韓的韓越混血兒 一直到現在都被有那種歧視的眼光看待 所以你就明白 為什麼現在後來這個 普警衛要去越南訪問的時候道歉 而且越南人到現在心目中 還是沒有辦法抹滅這一段歷史的傷痕 非常痛恨韓國人 越南人特厚韓國人最重要的原因是 韓國人的殘暴 但韓國人為什麼殘暴呢 因為在越戰之前的時候 打了韓戰 韓戰這南韓可是慘敗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韓國人在自己的戰場上面 他們也不惜把他們的漢江大橋炸毀 其原因為何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